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是禅修的具体的修法 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禅修呢 因为禅修看起来 从表面上看 禅修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功课 但是呢 实际上禅修不一定跟宗教有关系 在佛教里面 有很多种方法 那么这些方法都是用来调整自己的心态 然后佛教 它主要是讲 我们主要是研究分析 我们的内在的精神 精神的本质 精神的变化 等等 那么这个部分就叫做佛教的心理学 佛教里面的一部分就是属于科学 一部分属于哲学 一部分就是类似于宗教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意识 表面上看起来宗教的丝材比较浓厚的 那么这是属于科学的这一部分 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精神上的训练的方式 如果我们对佛教有信仰 那么把这些方法都就成为一种佛教的修行的方法 通过这个方法 把我们的内在的精神上的所有的烦恼 从本质上就可以端出 另外一个 如果对佛教没有信心的话 那么我们把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些方法 用来作为就是我们的心灵的一种训练的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 去调节我们内心当中的很多的矛盾 然后就是化解很多的矛盾 然后去调整我们的心态 这个是非常有帮助 非常有效果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调整的方法 我们有信仰的 没有信仰的 比如说无神论者 唯无论者等等 还有就是有信仰的当中 比如说信基督的耶稣的信其他的宗教的 他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大家都可以用的 如果这些方法能够帮助到 能够帮助到别人 能够给别人解决一些心灵上的问题的话 那么佛教是非常欢迎的 他非常的欢迎大家来用 他的这些东西 你可以不作为一个佛教徒 你也可以不接受佛教的其他的观念 但是呢 这个方法 如果你能够你想用的话 可以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方法都是为了大家 为了大家的这个利益 为了帮助别人而存在 所以呢 任何人都可以用 如果有人有佛教会欢迎等 如果这些方法能够帮助到其他人的利益 那么从佛教会的观看 他们是欢迎来用的 无论是否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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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方法就是我们不了解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没有去体会的时候 就看起来就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 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去体验 去勇 去实锈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些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结果 都是非常的真实的 我们的社会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就看起来这些调整心态的方法 是非常非常的需要 时候就是比过去的人还需要 Whether it be in Asia or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se methods are something that people in both places are very much in need of perhaps even more in need now than they ever have been in the past 古人他虽然是有我们所有人 大家都有的这些烦恼 他们都有 但是呢 想必之下 他们的这个旅行没有那么的浮躁 所以是比较平静的 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训练的方法的话 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在调整的方法 在调整的方法 现代的人 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精神 都是非常的浮躁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社会 都是很浮躁 然后每一个人的 内心的世界 非常非常的浮躁 然后就是空虚 空虚浮躁 然后矿躁 暴躁 这样子 以后呢 然后最终是变成 走向什么样的这个 地步呢 如果这些问题 即使没有得到解决的话 那么就导致 我们的精神上的崩溃 这些日子 是一种広习的 预计 人们的心 是平静 不平静 是不平静 是不平静 是不平静的 如果这些症状 或如果这些症状 能够继续 就能够续续续 它能够续续续续 就能够续续续续 人们的心态 经济失败 全世界来说 滋杀 还有就是抑郁症 这些问题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自杀 为什么抑郁症 大多数 绝大多数的 不是因为我们 没有缺乏物质 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物质 而是因为缺乏我们的一些 心灵上的 这个 植住 心灵的植住 精神的植住 所以很多人的 这个流行空虚 最后就是导致 这个走这条路 然后我们的内心 就这么 狂躁 浮躁 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比如说 一位老师 或者是一位医生 护士等等 很多很多 各行各业的人 因为心转不 心进不下来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专心地去学习 专心地去工作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需要一个 调整 我们的心的 一个方法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 调整 我们今生的 这个训练的方式的话 那么 我们的很多事情 都做不好 学习 也学习的成绩也不好 工作的效率 也不高 所以我们这个 不能忽略 这个内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是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非常需要 的方法 去抗讨这个状态 我们需要 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能够 聚焦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呢 就是需要禅修的方法 禅修一定会给我们解决心灵上的很多的问题 然后这个禅修它有几种它的结果 一个就是给我们减少生活和工作当中 产生的这些烦恼 另外一个在禅修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感受到一种非常快乐的感受 这个叫做禅乐 就是禅丁的这个过程当中所感受到的一种喜悦 这叫做禅乐 那么这个禅乐呢 就是我这个禅乐 通过这个禅乐可以消除疲劳 还有可以消除很多我们的精神上的不开心 比如说焦虑担忧等等 很多问题就是通过这个可以解决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 遇到精神上的各种各样的疾病 这个可能性是相当相当大的 就像美国的小孩在他们的祖先的时候 跟现在比较的话 现在的小孩得抑郁症的这个几率 逼他们的祖先的时候还高三倍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学会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方法 这个就是佛教给我们提供的禅修 那么这个方法呢 那我们今天准备介绍一个 昨天我们介绍了这个禅修的一种方法 另外一个呢 我们今天再介绍 就是除了昨天的这个意外 另外一个稍微有点不同的 这个禅修的方法 这个禅修的方法就是修慈悲心 and today's meditation will be compassion meditation 那么悲心 慈悲心 我们首先去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悲心 我们大家都会讲一个 比如说像基督教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社会上 大家也就讲一个爱 这个爱跟慈悲心 而佛教这样的慈悲心 有什么区别 那么慈悲心呢 这个爱可以说是一个慈悲心的一部分 但是呢慈悲心 佛教这样的这个慈和悲 的这个慎读和光读 比我们的一般的爱心 稍微还要范围还光一点 so even though love is part of compassion it forms part of the concept we intend with the word compassion but in terms of its scope and its depth if compassion is greater than this 慈悲心 首先我们看什么叫做慈 然后就是什么叫做悲 那么悲心是什么呢 佛教这样的悲心 是我们发自慈悲心的希望 天下所有的生命都远离所有的痛苦 这样子的心叫做悲心 so breaking the word compassion down into its different components we can understand the kindness aspect of compassion to refer to the deep wish that all living beings be free from suffering 然后慈 慈性是什么呢 我们诚心诗意的希望 天下所有的生命 不仅仅是人类 天下所有的生命 天下所有的生命 就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地球上的生命 也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太阳系 宇宙系 这个范围当中的生命 它的这个天下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整个的太空 整个的宇宙当中的所有的生命 就叫做天下的生命 佛教经常就讲天下的生命 它不会讲人类或者是这个地球 不会太阳系 它是讲天下所有的生命 然后天下所有的生命 我们希望 而且是诚心诗意的 希望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 大大小小的心腹 这样子的心就叫做慈心 and the loving aspect of compassion refers to the deep desire that all living beings and when we talk about all living beings 我们说的就是动物,比较人物, 我们说全的生命物, 全世界的宇宙, 没有任何限制。 有深的希望是这些人 获得每种的幸福, 从小的幸福到大的幸福。 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心这么浮躁? 为什么空虚? 它有一些原因 佛教就讲两个字 这个叫做缘期 缘起的意思就是说 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自己的因素 这个因素会决定它的发展的趋势 这两个前后的关系叫做缘起 如果我们要解决我们的心 心里的这些问题 比如说烦躁 焦虑 还有就是空虚 等等这些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些是来自于什么 从佛教的教度去分析 分析的话 我们现代人为什么 就是拥有这么庞大的无质 财富 但是呢 为什么今生上就是越来越 感觉不到满足 为什么就越来越感觉不到 心腹呢 从佛教的教度去分析 就是有三个原因 这三个当中的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欲望 欲望为什么给我们导致烦恼呢 我们很多人会说 欲望是发展的动力 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欲望 没有欲望 我们没有办法发展 其实这句话 也就是有道理的 也不能说完全是错的 但是呢 我们不能 这句话我们不能 这个理解错 比如说错误的理解是什么 我们认为欲望永远都是需要的 什么样的欲望 任何一个欲望 都是发展的动力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很多人可能会问 如何是希望能够成为 我们的苦力 后来很多人看待希望 是一个向前的力量 而在这句话中 可能有些真实 如果我们明白 所有希望能够成为 the driving force of our progress 就是说我们秀道 有一次高 那就是磨张 就是有一张高 十次高 同样的我们拥有的约夺 然后我们欲望 就是会越高 所以我们拥有的东西 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永远都更不上我们的欲望 所以我们拥有的东西 然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跟我们相拥有的东西之间 有一定的差距的时候 这个距离稍微有点远的时候 这个当中就会产生一个负面的情绪 这个情绪就叫做不满 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对自己的人生的不满 等等各种各样的不满 然后有了不满 对生活和对自己的人生有不满 有了不满这个负面的情绪的时候 它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更多的负面的情绪 所以简单生活和底堂生活 还有就是佛教这样的少于知足 这样子的生活的方式 它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 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幸福感 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生活节奏 为什么这么快 然后每个人的工作压力 生活压力 为什么这么大呢 主要是 主要它的原动力 原动力就是我们自己的欲望 当我们的欲望 如果得不到控制 无限的这个膨胀 这样子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对生活 是不会有满足的时候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佛教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自私 我们所有人本来就是生下来的时候 非常的自私 然后我们除了我们这种献天的 这个自私以外 猴天 我们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 学到的东西 我们的很多很多的教育的 这个体系当中 几乎给我们关注的 给我们教的东西 都是跟我们的子私 有相当大的关系的这样子的东西 而且另一个原因 为我们缺乏的幸福 是我们的自私 每个人都是 基本上很自私 而在这种自私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自私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用佛教的话来讲 这个叫做无明 就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的 我们看到的世界 其实就是世界的 表面的现象 人生 世界 它的真相 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产生了太多太多的 对这个世界的错误的理解 对我们的人生的错误的理解 然后这些错误的理解 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烦恼 好 这三个 这三个 这个当中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解决 就是针对第二个 就是针对子嗣 就是这个方法 我们的很多的心灵上的这个 我们心灵上的很多的这个焦虑 还有很多的这些负面的情绪 毁灭性的情绪 这些都是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我们的知识 我们一直都是关心什么呢 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感受 一直都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关心自己的感受 关注自己的感受 我们大多数的人 不怎么去关心 不怎么去在乎 关心或者是在乎 其他人 或者其他生命的感受 就是因为我们 不怎么在乎 别人的感受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变得非常非常的自私 自私就是会拉长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 每一个人都考虑自己的感受 不去在乎别人的感受的时候 然后我们人与人之间的 这种相互的关爱 相互的关心 基本上大家都感觉不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大家都 就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人 就是很孤独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真心来帮助我的 没有一个人是真心来关心我的 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人 没有人来关心我 没有人在乎我 我就是一个人 这个情况下 就是会产生寂寞 孤独 所谓的孤独症 也是就是来自于这样子的心态 这个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需要的就是自己的感受 的就是自己的感受 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这是需要的就是慈悲心 那么慈悲心呢 我们有一种训练的方法 通过这个训练的方法 我们可以每一个人都拥有慈悲心 那么这个慈悲心的训练的方法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然后大家明白了这个训练的方式以后 希望我们去使用 所以我今天想要介绍一下这个训练的训练 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续练习这个训练 首先这个慈悲心 慈悲心的第一个 就是我们要了解其他生命的痛苦 第一步 第一个步骤 我们绣这个慈悲心 就有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我们要了解其他生命的痛苦 第一个步骤 我们平时大家都是关注自己的感受 我们不太去关注别人的感受 所以我们不了解其他人的痛苦 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当我们是健康的人的时候 然后我们不了解这个病人的痛苦 我们很多人 很多有钱的人不太了解贫困的痛苦 有权利的人不太了解 弱实群体的痛苦 因为我们不了解别人的痛苦 所以我们对别人不一般不省其慈悲心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需要了解 需要了解除了自己意外的人的痛苦 这个是秀慈悲心的第一个步骤 好 第一个 我们要了解其他众生的痛苦的话 首先我们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我们去打坐 然后去思考 思维其他生命的痛苦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感受 或者是我们亲眼去看别人的痛苦 比如说我们就是看到 比如说看到在傻的动物 被在傻的动物 那么我们很多人看到被在傻的动物 或者是动物再杀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是因为害怕 不敢看 那么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菜市场 菜市场买菜的地方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火的鸡 鸭 鱼之类的 有些地方是有的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就去看 去故意的去看 去了解这些动物是怎样栽杀的 在栽杀的过程当中 他们感受到了什么样的痛苦 这个是要必须要去了解的 这个是要必须要去了解的 如果我们在一个状态的状态 如果我们在一个状态的状态 有些状态的状态 有些状态的状态 或者在一个市场 例如鸡或鸡 例如鸡 那我们应该去观察这个状态 然后专业的状态 专业的状态 然后我们了解了以后呢 第一个步骤 先去了解这些动物的痛苦 或者是我们去到医院 去看病人的痛苦 然后我们也故意地去看 比如说南民营等等 这些贫穷的人住的地方 去了解他们的这个贫困的痛苦 或我们可能 会去到医院的状态 然后呢 这个了解好了以后 了解好了以后呢 我们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我们搭坐的时候呢 静下来先去想 这些比如说 摘杀的动物 他是怎么样被摘杀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感受到了什么样的痛苦 然后呢 医院里面呢 有这么多的病人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 折磨 被折磨 那么他们感受什么样的这个 他们正在接受什么样的痛苦 然后就是在这个南民营 等等这些贫穷的人 住的地方去看 了解好了以后 然后我们今下去去回忆 去思考 当时我们看到的这些金像 这是我们过去看到的 我们亲眼看到的这些 这些事情 我们现在就是静下来去思考 so after we have gained this direct and first-hand understanding then we move on to the second step which is bringing this understanding into our meditation so sitting down to meditation we recollect these things we have seen we recollect the suffering of the animals in the market the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and the impoverished refugees and we reflect on the nature of their suffering and contemplate the nature of their suffering 因为平时我们不去刻意地去想这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看到 比如说车火或者是冰人 我们看到了 看到就完了 就平时都不去想这个事情 所以就是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特殊的感受 但是我们现在呢 故意去看 看完了以后呢 刻意地去想 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 非常特殊的感受 because in our ordinary lives we really don't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se kinds of suffering so the result is that we the suffering that we do observe doesn't produce a particularly strong result in us however by engaging in this meditation by develop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suffering and by reflecting on it time and time again it is certain that we will produce a very tangible result 好 大座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简单的要介绍一下 这个 因为昨天我们讲过了 但是呢 我们今天的人呢 不一定是昨天的人 所以就是 大座的这个神体的姿势呀 这些我们简单的要介绍一下 in the context of meditation it's necessary for us to do some preparations prior to our meditation session we went over these yesterday but since the audience today may not be the same as it was yesterday so we'll briefly go over them again 简单的说 第一个 这个 盘腿 这是第一个 so the first of the seven point postures we need to observe is sitting cross-legged 如果推不方便 比如说有些人生病等等的原因 推不方便推盘起来的话就没关系的 平时通常我们要盘腿 if it's not comfortable for you to sit like this then sitting normally is ok too however if possible we should sit cross-legged 第二个大家看到这里 手这样子 左手放下面 右手放上面 然后两个大拇指蓬透 这样子 这个叫做禅钉的手音 禅钉的时候就是要做这种收拾 然后这个手拾 就放在肚脐下面的四个手指 叫做单天 就放在这个单天这个地方 and our hands we bring them into the meditation mudra which means cupping our right hand within our left hand bringing our thumbs together and holding our hands at the spot about four fingers in width below our navel 第三个我们两个胳膊这样子张开 不能这样子张开 the third point of posture we observe is sitting with our shoulders slightly forward and our elbows slightly open 第四个身体要端正 不论向右崖 向左崖等等 不能向左崖 要端正 但是这个端正呢 也要自然放松的端正 不要刻意很用力的端正 the fourth point is sitting in a straight and upright way so we should do this in a natural and relaxed way we shouldn't sit in a forced or uncomfortable way 然后头这样子 往前 头往前 头往前 稍微低一点点 头往前 买 and our heads are tilted slightly down our chin is tilted slightly forwards 第六 第六 眼睛 就是半鼻的状态 也不要闭着眼睛 这是半鼻的状态 半鼻的状态 往下看 our eyes are half closed and gazing past the tips of our nose looking slightly down 然后呼吸 这是正常的呼吸 以口腔 鼻孔 自然放松的呼吸 and our breath should just be natural there's no need to regulate it in any way 好 然后这个是身体的姿势 我们初学者 也就是刚刚开始训练大作的人 是必须要做这个姿势 为什么必须要做呢 因为这个姿势要这么做 有一定的原理 有一定的理由 这个姿势帮助我们心平静下来 好 这个是禅丁的时候的这个大作的方法 然后我们的禅丁功夫 达到一丁的时候呢 然后就不一定用这样子的方式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禅丁 修禅 都可以的 都没问题 都不会受到影响 好 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排除武器 这个我们昨天讲过了 今天简单的介绍一下 排除武器 就是说我们的垃圾情绪 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心当中的 这个以增田的 或者是很长时间依赖 所累积的 这些各种各样的压力 焦虑 欲望 保缘 仇恨 这样子的这些情绪 都要排出去 第二个我们要做的 第二个我们要做的 是拒绝我们的垃圾 我们在这里做的是 拒绝我们的各种 各种各样的 状态的状态 和各种各样的 状态的情绪 情绪 我们在过一段时间 这些包括 我们的恶心 恶心 恶心 惊心 等等 方法是什么呢 方法就是有一种收拾 也有个简单的收拾 请大家看这里 我们把拇指头 摁足 这个倒数第二个手指 叫做无名指 无名指的指根 然后呢 其他的四个手指 放在这个大拇指上面 大拇指要摁足这个 倒数第二个手指的指根 大拇指要摁足 摁足 然后就是要做这样子的 这个手 拳头 这叫做金钢拳头 然后这个拳头 摁足 左右腿的腿根 有动脉和筋脉 就是放在这个 血脉上面摁住 好 然后 然后 幽收 大家看这里 幽收 同样的大拇指 摁住这个 刀数第二个手指的指根 摁住这个指根 然后呢 四肢要伸出来 四肢伸出来 其他的三个手指 放在大拇指上面 然后 手心 操上 先放在膝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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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完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 右手 右手先这样子上来 这个拇指 拇指摁住 这个 右边的鼻孔 然后我们 从左边的鼻孔 拍起 拍起之前 先 深深的 细一口气 细一口气 这样子 细一口气 然后再摁住 细一口气 然后拍 这样子 轻轻的 拍一次 然后两次 三次 然后我们做一个 拇指 的手指 但是 这次 我们拇指 我们拇指 我们开始 拇指 我们 拇指 拇指 我们 拇指 到我们 右边的鼻孔 前 我们 拇指 我们 一旦 拇指 我们 然后 细细 我们 细细 我们 细细 细细 第一次 拍起 然后 松开 松了以后 吸一口气 然后就 拍出第二次 第二次 拍完了以后 松开 松了 然后再 吸气 然后再拍起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有一个 冥想 有一个冥想 有一种 观像 在这个整个的 过程当中 祈祷 最大的 作用的 还是 这个 冥想 如果没有 这个冥想 就效果 不会很好 那么冥想 是什么呢 我们把我们的 这个 所有的 垃圾情绪 所有的烦恼 都变成了一个 黑色的气体 这个黑色的气体 有脏 有黑 一个这样子的 黑色的气体 然后就是 从这个 座边的鼻孔当中 拍出去 拍到体外 This breathing exercise has an accompanying visualization and it's in fact the visualization that really achieves the decisive that the is extremely effective or makes this exercise very effective what we do is visualize our negative mental states to take the form of a black vapor a dirty filthy black vapor and it's this vapor that we are expelling from our nostril when we do the breathing exercise 然后 这个左边 拍完了以后 然后就 左右手换一下 左右手换 这边 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 左右手 是这样子的 金刚 拳头 摁足 右推的 推根的 学眉 然后呢 左手 就是这样子 我跟我们刚才是一样 然后从 右边的鼻孔 排出一次 两次 三次 这个观想 或者是这个方法 都是完全是一样的 然后最后 两个手 这样子 左右两个手的大拇指 摁足 这个无名指 指根 然后就是做这个金刚拳头 同时摁足 这个左右腿 推根的动脉和筋脉上 然后呢 我们深深的吸一口气 从左右两个鼻孔 同时摁足 同时摁足 我们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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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 完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思考 这个我们每次 搭坐的时候呢 必须要有这个第一个就是身体的姿势 第二个呢 就是拍出无旗 这两个是必须要的 然后拍出无旗之后呢 无旗是什么呢 污染的空旗 污染的空旗 意思就是说 它不是我们外在的环境污染的空旗 就是我们的垃圾情绪 我们的负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情绪 就是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气体 它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奇体 但是呢 实际上呢 它是我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情绪 与负面的情绪 所以叫做无旗 就是我们的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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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负面 非常透明 就像一个水晶的玻璃杯 细得干干净净一样 就身体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很透明很干净的身体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修行的准备的工作 这个讲完了 好 那么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了 大左的时候的身体的姿势 还有就是这个呼吸 排除武器 这些方面我们都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 它的具体的这个思维的方式 思维的方式 慈悲心对我们一个人来说 慈悲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慈悲心不但是在这个佛教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修法 非常地位非常非常的高 慈悲心在佛教里面的地位相当的高 不仅是这一点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慈悲心的价值也是非常非常高 也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修慈悲心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们的计划期间 我们将继续来到 我们的慈悲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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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佛教里面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就是说佛陀说大乘佛教里面讲 如果想成佛想解脱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不需要修太多太多的法 只修以歌法 只修以歌法 那么以歌法是什么呢 就是大悲心 这个大悲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比如说慈悲心 第一个就是我们了解对方 了解对方的这个痛苦 理解和了解 这个对一个家庭 对一个社会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我们很多的社会的冲突 家庭暴离等等这些矛盾 这些冲突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对方 不理解对方导致的 那么我们了解或者了解 了解或者理解 也就是我们理解别人 就是要从了解别人的难处 从了解别人的困难开始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其他众生的痛苦这样子的话 我们一定会有同情情 不了解别人的痛苦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只关心自己的感受 不去关心别人的感受 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有同情情 更不会有大悲心 所以第一个我们去了解 了解的时候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们首先去看 故意地去看 栽杀的动物 或者是病房的病人 还有就是贫穷的人等等 反正我们认为是最痛苦的 最难受的这些 都要去看 都要去听 都要去了解 对 所以 为了得到这些人的痛苦 我们开始做了 今天我们所说的 就是 观察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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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 我们每一天 在电视 报纸上 看到的这些 很多很多的这些 新闻 比如说 灾难 就是 战争 不公平的待遇 等等 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修行的资料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其他的这些终生 也就是这些弱势群体 比他们的痛苦 或者是 比我们 第一个等级 级别的生命 比如说像动物 就是 他们的痛苦 我们不了解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大做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样去修 这个慈悲心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 修慈悲心的资料 然后 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看好了 听好了 以后呢 然后我们大做的时候 每天 我们可以用 比如说 每天是一个小时 或者是四十分钟 甚至是半个小时 这样子的时间 我们安排一个这样子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当中 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 一个动物被灾杀的过程 或者是在某一个地方的自然 在海当中所发生的灾难 或者是痛苦 或者是在某一个冰房里 以我们自己看到的一个病人 被各种各样的疾病 折腾的一个这样子的景象 先去思考 先去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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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e start off our contemplative meditation by recollecting an incident of great suffering whether it be the suffering of an animal facing slaughter a sick person in hospital or a destitute person a person suffering a natural disaster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铲桌上 也可以修这个 因为我们的铲桌上 有很多的这个 海鲜 和弦这样子的这个动物 那么这些动物呢 他们死的时候 这种他们这个再杀的方式 他们死亡的这个方式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非常残忍的 我们这个慈悲心 其实我们也可以 我们不需要去看太多东西 就只要在餐桌上 我们稍微就注意一点的话 这个资料都有的 在我们的中国的夜餐桌上 在我们的夜餐桌上 我们常常看到温馅 和其他人在夜餐桌上 在我们的夜餐桌上 这些人死在这个夜餐桌上 非常疲惧 和酷的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 使用这个野猐忍的 鸟 思考他们的痛苦 他们所面临的痛苦以后 然后我们就进入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第二个步骤 我们就是要换围的思考 所谓的换围的思考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看见 某一个动物被摘傻的过程 那很多人就是出了空局以外 出了空局 除了不肝看以外 很多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的 如果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看习一样 我们就是站在这里 然后去看某一个人 或者是某一个动物被摘傻 或者是面临痛苦的过程 这样子的话呢 除了我们心里有恐惧以外 就不会有太多的感受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这是有一个方法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 比如说这个动物 被摘傻的动物 如果它是我 我今天没有去伤害过任何人 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是弱势群体 其他人都是有失利的 就是因为他有失利 所以他把我抓去 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干 我从来都没有得罪过他 但是呢就是因为有失利 我是因为没有失利 其他没有任何的理由 然后呢别人把我抓去 抓去了以后呢 就像栽鸡 栽牙 栽杀鱼 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去把我栽杀 这样子的话会是什么样的 或者是简单地说 这个动物 这个动物如果是我的话 那这个干涉会是什么样的 要这样去思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也可以想 如果这个被栽杀的动物 是我的父母 是我的老爸老妈 的话 那会是什么样的 如果他们没有得罪过任何人 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但是呢 因为别人有失利 他们没有失利 所以就是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 然后呢把他们抓去 有人去把他们栽杀 就想栽杀这个动物的方式 去栽杀 那这样子的话 会是什么样子 这样去思考 然后又想渡栽杀 on our parents as the beings who are having suffering inflicted on them 第三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想 如果这个被宰杀的动物 是我的儿子 是我的女儿 这样子的话 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的儿女 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 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没有得罪过别人 但是呢 就是因为 对别人的这个有势力 他们是弱势群体 就凭这一点 把他们抓取 就被宰杀 就是现在 如果他们要去对抗 没有这个能力 要逃跑 没有办法逃跑 那么现在 马上就要免灵 被宰杀的这个同户 这样子的话 那他们是我的儿女的话 那会是什么样子 那样子去感受 不许如此 我再继续 地想起来 以揭摑 想起我们的弟子 或我的儿女 里面的感受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受 比如说我们发现这个路上出现了交通失谷 有人受伤了有人死了 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到了 我们路过的时候看到了 我们心里没有太大的感受 就是觉得出现交通失谷了人死了 就出了这个意外不会有太大的感受 但是如果被受伤的这个人 或者是死亡的这个人 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儿女的话 那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 这些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是我的父母 因为他们这些人呢 是因为不是我的父母 所以我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感受 所以我们把他们当作我们的父母 儿女去思考的话 这个效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选择我们的父母或孩子 为了物人或是被受伤的 是因为我们有更加密切的关系 或者关系到他们的感受 所以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感受 所以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感受 好 然后第三个 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思维的阶段 步骤 然后第三个步骤呢 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 一定会有一个 如果我们的思维比较深入 比较专心地去思考的话 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一个很不一样的特殊的感受 这个时候我们要想 这些被栽杀的动物 虽然不是我的父母 也不是我 也不是我的儿女 但是我们大家有一个共通点 有一个共通点 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从什么角度我们都是一样的呢 比如说我不愿意面对任何的痛苦 不论是大的痛苦 哪怕是很小很小的痛苦 我都不愿意接受 我都会拒绝 那么这些 不管是鸡 鸭 鱼 或者是其他的生命 都是一样的呀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心甘情愿地去面对这些痛苦 接受这些痛苦 都没有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不管是我的父母也好 我也好 我的儿女也好 或者是一个陌生人也好 或者是一个动物也好 这完全是一样的 这完全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 第二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共通点 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所有的人 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我们讲的生命 跟这个生物学当中这样的生命 这个对生命的定义 有点不一样 佛教这样的生命呢 就是有清肝 有这个快乐痛苦的感受 就是说有清肝的动物 人才叫做生命 没有清肝的植物 就不叫这个生命 那么我们所有的生命 都有一个共通点 共通点是什么呢 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拥有幸福快乐 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动物 什么样的生命 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地希望 自己拥有幸福 自己拥有快乐 我们所有的人 所有的动物当中 没有一个是不愿意 或者是拒绝 这些幸福和快乐的 When we talk about other beings or all beings in the context of this meditation our definition from a Buddhist point of view of a being is somewhat different to perhaps a biological definition here we're talking about sentient beings beings with the capacity to experience the emotions of happiness and pain in any case there is another vital respect in which we are equal and the same to other beings and that is that in addition to having no desire for suffering or having no desire for suffering at all we all have great desire to enjoy happiness there is no being that would refuse happiness or refuse comfort 或者是来迫害 摧毁我的这个心腹的话 那我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那么其他的生命 也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然后痛苦我们大家都不愿意 接受 我们对痛苦这两个字 有很大的恐惧 我们都不愿意靠近他 甚至是一分钟一秒钟 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那么我是这样子 同样的所有人也是这样子 所有的生命也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有人让我被迫地 让我跟痛苦在一起 或者是让我去面对痛苦 让我去接受这个痛苦 我非常非常地不愿意 非常地痛苦 不管是肉体上 精神上 都有非常大的这个痛苦 那么其他的这个人 或者其他的动物 也是这样子 这是完全是一样 都是平等的 对于痛苦和疲惧 这些东西是东西 我们没有想象 我们自己没有想象 我们没有想象 跟痛苦和疲惧 甚至短时间 所以如果有人 我们在一个状态 在一个状态 在我们被迫地 受到痛苦和疲惧 我们会感觉非常严重 这会是一个严重的 经历的经历 而且这不是我们自己 每个人都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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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样的状态 我不是在讲一个道理 我就是在讲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现实实实在在的存在 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实实在在存在的感受 这个不是宗教 不是哲学 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发生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高度地忠实这一点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中间 我们的侧中间不是一个理论 不是一个道理 而是一个方法 大家以后我们去秀慈悲心的时候 怎么样去思考 这个训练的方式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在讲这个方式 方法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大家都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理论 就是要当作一个 我们以后要去做的一个方法 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这个信息时代 信息宝杂的时代 很多是和我们 比我今天讲的多十倍 一百倍的这个信息 我们都每天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个道理 它是不解决问题的 解决问题 能够解决问题的是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地去做 去训练 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 可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然后我们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我们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不愿意面对痛苦 我们大家都一样的 希望拥有幸福 既然大家都是这样子 既然大家都是这样子 那么为什么 我为了我的幸福 为了我的快乐 而可以破坏别人的快乐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进一步地去思考 既然大家都不愿意面对这个痛苦 这样子的话 那么为什么 为了我的为了我的幸福 可以牺牲别人的这个幸福呢 为什么把我的幸福 可以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呢 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我为什么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方法呢 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们在社会上 就是遇到了一点点的 这个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很生气 然后我们就会说这个不公平等等 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 就是经常我们自己给别人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 我们就是为了我的幸福 为了我的幸福 就是利所当然的 或者是合理合法的去 让别人去牺牲他的 让其他的生命牺牲他的幸福 比如说我们去吃海咸 吃鸡鱼鱼 吃东屋 这样子的时候呢 为了我们的口感 为了我们的口福 就是牺牲了一条生命 甚至是就是为了一顿爆饭 为了一顿蚕 就是牺牲了几十个生命 或者是上百条生命 但是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我们在乎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乎的是 我自己的口感 我在乎怎么样吃 就会更加的新鲜 我就想这个事情 不回去思考 应不应该为了我的口感 去牺牲这么多的生命 这个公不公平 这个时候轮到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讲公平不公平 当我们吃饭食物 或其他这样的食物 我们不在乎我们不在乎 那我们在乎的生活 或许多的生活 的其他人 为了让自己愉快 和感谢我们的想法 为美味的食物 那么既然每一个 每一个生命 都这么的这个希望 自己拥有幸福 每一个生命都这么 这个期待 这个幸福 和这个快乐 这样子的话 那么为什么 我的幸福就这么重要 他的幸福就不重要呢 为什么他的幸福是 为了我的幸福 而可以 可以牺牲 可以摧毁 可以这个破坏 而且破坏 也是利说当然 合理合法 为什么这个想法 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 我为什么有一个 这么愚昧的想法呢 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为什么我作为一个人 人我们大家都会说 我们是高级动物 那么我作为一个高级动物 为什么有一个 这么愚蠢的这个想法呢 他的哽缘是什么 去想这个问题 因为人们都不会有些 人们就像我们 我们都不会有的 人们就像我们 和所有希望 都不会有其他想法 如何能不能够 是让我自己的 自己的身份 我能够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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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够 我们的餐桌上的很多的海鲜动物 我们吃之前的一秒钟的时候 他们还在懂 还在调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 根本没有去想 没有去想他们的痛苦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为什么我的心就是这么阴呢 就像一块石头 就像一块钢铁一样的 为什么我这个时候 就根本就不懂得考虑他们的感受呢 为什么我这个时候 自动地考虑我自己的口感呢 这个也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变成这样子呢 也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在那里面提论 何故它是这样 或者在那里面的形状 无论让我们还在饱室桌上 可以自动地动地动来 或是我们的影响 而是我们不会有用的影响 我们的心如山 不可能认为这个寥静 发生的不过 这个物件强了 或者这种喜悦的感受 这什么是一种 我们需要继续地做 要继续地做 这样子我们 就是深入地去思考 用心地去思考 专注地去思考 这样子的时候 在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 我们第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我就是本我自己 是一个非常野蛮的人 野蛮的人 过去的对生命的这种 对待的方法上面 这是有非常大的错误 现在我们指导了 我国区去上海 其他的终生 其他的生命 这是不对的 没有道理的 这是第一个结论 所以在重复地 重复地重复在这方面 我们到达到一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我们到达到 是关于我们的 专业的专业 直到这个程度 我们已经很专业 而是在我们的 认为我们的幸福 也没有专业 人们的幸福 在我们的生命中 认为他们的幸福 在我们的社会 也有对这种 因此我们的经历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 都已经有多种 失败 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专业的生命中 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当中 就是发现我自己的 过去的太多太多的 错误的做法 我忽略了别人的感受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就是第一个 就效果比较好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修餐订的这个过程当中 下决心 下决心 以后我不再去 故意的去杀害 或者是伤害 任何一个其他的生命 我再也不去做 对别人不理的这些事情 当然有些时候 我们无疑当中 或者是实在是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会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会做出一些 伤害其他人的这个事情 但是呢 这是除了这样子的 特殊的情况以外 我不像以前这样子 把别人的幸福 不当一回事 把别人的痛苦 也不当一回事 我从今以后 再不这样 再不这样 再不去伤害别人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决心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在这个 慈悲心的 这个 禅修的过程当中的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结果 和第二个结果 第二个结果 我们到处于 然后第二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平等 大家都希望拥有幸福 然后就像我们获得幸福的时候 快乐的时候 我们就这么高兴 就这么开心 那么其他的生命也都是一样的 既然大家都是一样的话 那么我从今以后呢 要尽量地要去让大家 让大家幸福 让大家快乐 就像我为自己 制造幸福和快乐 一样 我从今以后呢 也要去给别人 制造幸福和快乐 会有这样子的 这个决心 这个就叫做真正的慈悲心 这叫做悲心 大悲心 这种优优优独播剧场上 这个慈悲心 如果我们有信仰 这个就叫做修心 就是心善 如果没有信仰 比如说 他不认为有善恶因果 他不相信 但是他不相信 但是他做的就是好识 他做的好识 好识 他一定会有好报的 好识有好报 这个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这个根本就跟他的 相信不相信 没有太大的关系 比如说 我们种一朵花 那么我相信它会张起来 或者是我不相信它会张起来 这个没有关系 只要有这个心动 它就会有开花结果的 如果我们有信仰 如果我们有信仰 在这种方式的信仰 在这种方式的信仰 这个是一种 或者是一种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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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我们 在这种方式的信仰 就是一种感觉的 因为这种感觉的 就是一种感觉的 因为这种感觉的 是一种感觉的 它是一种花 也就是一种花 如果秀这样的慈悲性的话 它在现实当中 可以获得我们刚才讲的 两个结果 除了这个以外 它虽然是不相信 善恶因果 但是呢 它现在目前它做的是善 所以未来 它还是有好保的 所以未来它还是有好保的 所以它是为了这个原因 为了这种方式 那些慈悲性的人 这种方式的信仰 能复杂的利益 能复杂的利益 在禅丁 在大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非常认真地去思考 这些问题 这个都是国称 那么这个过程的结果呢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两个 一个就是因为 我自己的这个 我不愿意面对痛苦 那么别人也不愿意 所以我不应该去 让别人接受痛苦 我从今以后 不再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这是一个人生当中的 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在此后 两个原因 那是由于这种方式 产生的 除了谁它是 这种方式 是最初的 最初的 判断 我们所说的 那是 根据的 最新的缺乱 的缺乱 为每人生 遭遭受 是最新的 目标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自己希望拥有幸福 非常非常地希望拥有大大小小任何一个幸福我都希望拥有 同样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动物也是这样子 既然大家都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从今以后我也尽量地为别人照相 我们当然不敢说我从今以后一切都为别人服务 一切都为众生服务 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敢说 我们就是刚刚开始训练 但是呢我们可以说我尽量地从今以后 我尽量地还是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我还是尽量地为别人的幸福 为别人的快乐 我也要去付出 我要适当地去付出 会有这样子的决心 在禅称当中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样子的两种决心 这个是我们需要的结果 所以我们的第二个人训练 是我们从这一段时间的决心 however the aspiration is to do our best as far as possible to work for the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of others and it's these two aspirations not harming others and to work for their happiness that it's possible to generate with intensity and conviction in our meditation session 然后我们大作的时候 有一个这样子的强烈的干熟和决心 以后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就会发生很多很多的转变 比如说国曲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私的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什么都干做的人 这种人从此以后 也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在工作上 在生活当中 在家庭 在这个亲戚朋友之间等等 就发生一个很大的转变 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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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发生的影响 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在生活中 当我们曾经 我们曾经 一个非常自私人 who was willing to do anything for our own benefit we will no longer be this way and so the changes that we experience will constitute a great transformation 那么我们大佐的时候 比如说 以词两词 有很强烈的这样子的感受 但是这种一两词的感受 对生活的改变不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大佐 坚持大佐 那么这种大佐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种感受 这种比较强烈的感受 稍微比较多 这样子以后 他们一定会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起到很大的作用 doing meditation once or twice and generating fervent or intense quality of aspiration is in itself not enough we need to engage in this meditation repentantly in order for it to translate into changes in our everyday life so it's when we are able to generate intense and fervent aspiration 在我们的训练中的训练 也许多或很频繁 它会有很多的能力 能够帮助我们的每天的存在 然后这个方法呢 在藏传佛教里面 就是这种方法 有三种不同的修法 一个叫做自他平等 自他平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大家都是一样 大家都居然一样 我不应该为了我的幸福 让别人去受苦 不应该的 我们大家的拼等 这叫做自他拼等 然后就是自他相还 自他相还就是换围的思考 比如说我去 平时我去 比如说我们去吃海鲜 等等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做这样子的 比如上海别人 其他生命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太在乎 但是现在相还 如果别人 别人来吃我 或者是别人来欺负我 误入我这样子的话 那会我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呢 我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他的感受也是这样子 这叫做自他相还 这是第二 第三就是自清他种 自清他种就是忘掉自己 一切都是为别人照相 这个当然是最高的境界了 我们先暂时做不到 我们现做自他平等 自他相还 这已经很不错了 在设计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 今天在今天的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第二就是 相关于自己和其他人 我们也曾经做到那时 我们也曾经想到 我们想到我们的优优独播剧场 在身体的状态 而受优独播剧场 因为大作的时候的感受 会决定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工作的方式 我们的很多的工作 也跟禅修是非常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这个慈悲心 修得好的话 除了自己的生活以外 工作上也有相当大的帮助 就像在美国 医疗系统和这个教育系统当中 现在就是准备普遍地去 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慈悲心的方法 他们已经在做这个 已经做了很多研究 现在也正在做研究 做研究参与的人当中 有几万两万三万 这样子的学生去参与 然后大作 大作把人分两部分 一个人去 一部分的人去修慈悲心 另外一个人 另一部分的人不修慈悲心 等等这样子的实验 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慈悲心对他们的工作 对他们的心情 对他们的生活 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然后是因为 因为是因为 因为是因为 那是因为 慈悲心的方法 has in respect of study life, work life, everyday life that it is going to be implemented on a widespread institutional level 比如说据一个例子 他们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誓言 比如说把人分成两个部分 就是一轴当中就修这个慈悲心 一部分人就修一个星期 每天就只有几分钟的 十几分钟的时间 不多 十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一个星期以后 这两批人就是坐在一间屋子里面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要干什么 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实验 他们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 两种人就是坐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实验的人就是通过谈头看 在另外一个房间看 然后就是一个老若冰残 从外面进来 然后就进来了以后 看这些人的翻译 然后以轴秀了慈悲心的这些人 立即就起来给他 让威子帮助他等等 然后没有秀慈悲心的这些人当中 就这么做的人就是很少 秀这个慈悲心的人当中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 这是端端的一重 而且每天不是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 每天就是几十分钟的 秀慈悲心 这就是有这么大的生活当中 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准备 就在医疗系统当中 用这个修法 一种很简单的试图 在利益的利益 的优优独当中 是在医疗优独当中 是在医疗优独当中 两个人 一群的优独当中 一群的优独当中 只能够15分钟 每天一周 第二群的优独当中 没有教育 在优独当中 他们没有教育 headphone使用 这次在住慢斗 与年以优独当中 一阱一21 ifra ono者 凌晨一群的绘独当中 Bennett Stood 一阵的声音 这进行到 这些不 Hm 在留了 另一样 此实则 zagrimin ID 这里 室 减雳 清 主要的研究就是维基尼亚大学在做这个课题 还有一个就是医生 医生让他们去打坐修慈悲心 然后去治疗 效果非常的好 为什么效果好呢 因为病人在医生的眼神当中 就看出了医生对病人的真心的关心 真正的关怀慈悲心 病人他就看到了他的医生真正在关心他 然后病人在精神上就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安危 然后因为这个精神上的安危 就是影响到他的这个肉体 冰青 就是不恶化 很快地就会治好 有这样子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效果 这些都是 不是某一个学佛的人 或者某一个修行人说的话 这些都是有科学的这个证据 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研究实验的结果 佛教2500多年前一直都在讲这个 到今天也在讲 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今天就是因为科学家他参与这件事情 因为科学把这些东西都变成书局 然后告诉大家 佛教把这些东西没有翻译成书局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修行的体会 他们知道 他们心里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这个慈悲心 不仅仅是一种说法 不仅仅是一种传说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游用的一种训练 所以希望大家高度忠实这个修法 这些利率的利益和传练 这些利益和传练的利益和传练 也被主意求 在专业的医生 在专业上 专业的医生 专业的医生 有传统良好 悉者 在他们的患者 他们觉得他们的医生 是更严重的 专业的 专业的专业 专业的 专门 专业的 the results of this have been observed to be a less deterioration in the patient's health situation and even more hastened recovery. So the benefits of compassion practice are something that are only now starting to be researched, and quantified, and put into the form of statistics by science. But in actual fact the benefits of compassion have been something that the buddhist traditionhasbeenemphasizingfor2500years even thoughtheyweren'trepresentedinformsofstatisticsthen eachmeditatorhadtheirownconcreteexperienceofthebenefitsofcompassion sogiventhatcompassionwecanseeissomethingthathasgreatbenefits Ihopeitsomethingthateveryonepracticesdiligently 在美国50%的护士和医生都辞职50% 为什么呢因为医生护士他们经常看到接触到太多太多的被各种各样的疾病折磨的这些病人 然后就是看到很多临终的人也可以也看到很多亲眼看到很多人死亡 然后呢就也亲眼看到了很多很多家属的痛苦 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内心的压力特别的大成熟成熟不了 这是一个原因 然后呢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呢时间长了以后就慢慢的就麻木了 他们这个就叫做职业疲劳 职业疲劳以后呢就是因为疲劳了就看太多了 麻木了以后呢最后把病人不当一回事 把病人当作东西来看 不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 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在他们的这个工作当中就是有很多的食物 有太多太多的错误的这个治疗 然后呢在医生 病人在这个医院当中 住院以后就是得了很多很多新的病 那这些病是来自于什么 就是因为医生的错误的治疗 护士的错误的治疗等等 然后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 所以很多医生 很多这个护士 最终因为这个原因去自杀 有这样子的问题 他们为了解决这个医疗系统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把这个佛教的 藏传佛教的这个慈悲自他相还的这个方法 就带到医疗系统当中去用 效果非常的好 在美国 50%的医疗和医疗 都医疗医疗 都医疗医疗 都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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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的原因 是这个 的重症 他们的重症 在生活生活中 的重症 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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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如此,他们犯了很多失败在他们的治疗 他们会经常使用的状态或状态的状态 通过状态在他们的治疗,患者的状态 能发展新疾病 既然这种状态的状态 有很多医疗医疗伤伤 他们自身受病 所以他们在学校里面,就在教育系统当中 老师去修这个慈悲性 然后他们懂得真心地去关心小孩 然后教得特别的好 然后他们现在也在变一个教材 就是针对小学中学的小朋友打招 然后对小朋友的各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慈悲心,他们把这个慈悲心 就是用到学校里面,医疗系统当中 还有很多企业当中也在用 就像谷歌公司,他们就是为了员工解决心灵的问题 就是用这个慈悲心和另外一个我们昨天讲的这个禅秀的方法去搭拓 他们的方法是什么 比如说,他们的某一个员工 如果他想搭拓的话 比如说他给他提供这个大座的这个场地 禅饭 在这个禅饭当中 大座搭一个小时的话 那么一个小时给他钱 这个钱不是直接给他 要捐给一个某一个慈善机构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员工到他们的禅堂里面搭拓的时候 第一个可以调解自己的这个心态 第二个,他可以征签捐给慈善机构 就是因为他们呢 就是在各行各业当中 都在用这些佛教的这些方法 都是佛教的方法 都是佛教的这个禅秀的方法 非常有用 人家现在都已经开始做了 所以我们不管心佛的 不心佛的 应该去尝试一下这个干手 这样子呢 这个真的是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 一个高清洁的一种相守 在学生的系统 也有现在教育们 正在教育中 正在教育中 是传统的优优独的优独 和观众的优优独的优独 在学校的优独 是优独的优独 在优独的优独的优独 对学生的优独 有优独的优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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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的优独 在优独的优独 他们自身上 《compassion meditation》 是用了 或者是用了 在大优独的优独 像Google 在Google 现在有一个优独的优独 在优独的优独 如果他们有关注 在优独的优独 优独 会给他们的优独 做这个 在每个优独 优独的优独 会给予了 优独的优独 去优独 所以 在优独的优独 能够优独 和利用的优独 优独 优独 他们也会给予了 优独的优独 所以 《compassion meditation》 是什么 什么 《compassion meditation》 以后使统 的优独 优独 是什么 得意稳定 在优独 的优独 如果大家都 网责 我们修了这个慈悲心以后呢 然后我们可以诚心事意地去帮助别人 诚心事意地去利益 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利益终生 从此以后我们动得付出 动得奉献 那么从此以后我们也可以过上一个 真正的心腹的人生 从此以后我们的生命 也是真正的有意义的 那么这个我们说 这个是佛法 就是佛法 如果我们说这个不是佛法 也可以说这个不是佛法 这就是一个我们的普世价值 大家都可以做的 就是一个这样 有信仰没有信仰人 大家都可以用 这是一个大家可以攻向的 希望大家能够用得上 希望大家高度重视 有一个实际的心动 我们大家都会说 我们很忙啊 我们没有时间啊 时间我们还是有的 我们至少每天可以 每天都有24个小时 这个当中呢 我们可以安排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 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只要我们愿意的话 这一点时间是能够 记得出来的 这个很重要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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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ivating Meditation Cultivating Compassion will enable us to properly and sincerely be go about benefiting others and benefiting others will bring us great meaning in our lives this is something this is or benefiting other beings if we don't necessarily have faith in the Buddhist tradition still the benefits of developing compassion we will be able to enjoy regardless even though we may feel that we don't have much time in fact it's certainly possible for us to reserve half an hour a day to devote to compassion practice so it's important that we actually do engage in practice and apply ourselv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mpassion and this brings to an end this afternoon's teaching music so it's this i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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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